當初是原本只是想要來一趟旅行 放鬆一下 然後那時候因為自己在做表演工作嘛 然後我一直在想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藝術就是應該說表演藝術或是藝術這件事情 它到底跟一般人的關係是什麼 那自己身上所擁有的這些養分啊 有沒有辦法有一天可以分享出去 然後剛好自己在表演工作劇團工作五年了 所以就覺得啊是該要去好好的放鬆跟休息一下 於是就決定在2012年的時候想要休息 然後我就想說有一個想要旅行 但是一開始不知道怎麼辦 那要從哪裡開始呢 那就先來環島好了沒有環過島 我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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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中的外光是什麼 光是一個微笑 尤其是看到孩子們或老人們或是路上跟一些接待我們的朋友們 一個簡單的打招呼 我覺得那個就是一個微光 尾光沒有像一定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可以用一個很正向的角度去看待一件事情 或者是有一個行動 甚至一個再見 一個是你好打個招呼 那都是一個微光的一個展現 有變很多啊 上面加了那個寶貝它的 進來吧 變很多喔 然後那時候就是素華姐把他們家的老房子提供出來 然後他們老家已經有五十幾年的歷史 然後他自己的新家就蓋在旁邊這樣子 他知道我們要來他就接待我們來他們家住 後來因為這個老屋正在修復 然後所以我們就參與了他們的老屋的房子的修繩 可能幫他們刨木頭啊 幫他們塞沙子然後為了要補牆這樣子 來到這裡是我們的第一站 然後就覺得一開始環島有一種回家的感覺 然後對我來講宜蘭是陌生的地方 因為很少機會來到這邊 那這次過來的時候就覺得 哇就是我可以住在一個這樣子的空間裡面 然後可以在這樣子的老房子裡面 跟這些小農夫們一起玩音樂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很印象深刻的 其實這個老屋是我的家 我的老家 然後之前 我爸爸一直到後面我爸爸都還在住 因為我們後來自己 小孩子要回來住了 這整個家就住不下了 那我就把老家留下來 但是沒有整理 那在去年前年我們有一個想法 我們希望讓那個人來到農村 不是只有來走一走 走馬開花吃一頓飯而已 希望他能夠踏進這片土地 再二次三次的再感受這種感動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老屋整理起來 我就會看他們在這麼用心耕耘之下 我問他說土地跟家到底是什麼 對你來說 因為他又把他家大的老房子一直留到現在 家是可以等你回來的地方 家是永遠的等待 因為我記得我爸爸也是跟我講過同樣話 他說家的大門永遠為你開 你怎麼時候想回來就回來 聽他們的音樂就很像回到自己的部落 然後就是回到部落會來人家的聲音這樣 就是有一種很簡單然後很自在的感覺 對因為我自己本身有玩吉他 玩烏克莉莉 我覺得他們可以用很簡單的和弦 但是卻去說一個很深刻的故事這樣子 而且是自身的經歷所以很真實 微光中創作了很多的大的光點 那個現在已經不是微光了 我在我在我看到他們很多消息 我覺得是不簡單 因為就像人家說的 一件做簡單的事情 持續的做就可以了 就是這樣子做 然後我就看到他們 成功了 希望他們趕快回家 有時間趕快回家 沒關係 這間房子因為我在這裡等你 那一件事 我來也知道 我來跟這位 感谢观看